土耳其強陣之後 台灣搜救隊的第一時間 出發來救援 不過呢 桃園一隻待命出發的搜救犬Emma 他的一張咬著玩具雞腿的照片 被批評說觀感不佳 對此林犬猿特別發文解釋強調 咬玩具可以讓狗狗有安全感 消除壓力 更霸氣的強調 不會做任何的改變 因為狗狗的心情 才是他最重視的 全神貫注 不敢輕舉妄動 直到指令一下 立刻飛奔 撿回木棒 招到林犬猿手上 這隻狗狗就是搜救犬Emma 專業可愛的模樣 日前竟然招來惡評 土耳其強陣台灣搜救隊 第一時間整裝出發 協助救援 而沒有出任務的Emma 一張咬雞腿待命照 疑似遭批 觀感不佳 是晚上 然後他又很疲累 然後又有陌生人 所以我就會讓他咬著他最心愛的玩具 那可能有一些民眾他覺得說 土耳其就是發生了這麼大的災難 那這樣子的照片是不是不恰當 經過整天的訓練 還要面對陌生人圍觀拍照 就怕Emma太緊張 林犬猿拿出玩具 安撫情緒 面對不同聲音的批評 表示理解 不過也強調最重視的就是狗狗的心情 這是原則的問題 就是我應該要更在乎他的心情 一些留言 不管是正面反面 我們就是都是許應接受 這次土國震災 台灣一共出動5隻搜救犬 第一梯次3隻搜救犬搭乘貨艙飛行 經歷長途的關龍煎熬 而第二梯次2隻搜救犬 則是跟著林犬員 一起坐商務艙前往救災 希望能夠發揮專業 救出更多瓦力堆下的受困民眾 記得林犬長途的報道